小交到我们新竹店门市的话 我们会争取你的作品 那这次的名额是20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陈宏你来参加我们这次童话机的活动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你是用什么相机跟镜头呢 好我是谢陈宏 那我使用的机身是Canon 800D 搭配上Sigma 30 F1.4的镜头 来完成这次的帧选 你是用定焦镜来拍摄花卉 一般来说拍风景不都是会选广角 或者是一些变焦镜 你怎么会想要用定焦镜来拍摄 因为我想使用定焦镜比较高的画质 加上它的大光圈 那我那天手边只有变焦镜跟定焦镜 那我最大光圈的就是这颗30 F1.4 所以才选择它来做拍摄 那你在拍摄这次铜花的活动啊 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你的心路历程 可以稍微简单的讲一下故事给我们听吗 那天的天气其实没有什么太阳 我们拍摄场景是在宝山1号水库 那是一个山径旁边的小水沟 那我看到水沟水沟底下布满铜花 我想拍一张水沟加铜花的照片 那但是从上面俯拍的话 却又觉得那构图很单调 所以我选择用把相机放到水沟 升到水沟底部 然后去做拍摄增加画面的延伸跟众生感 对那遇到困难就是说 一只手把相机伸到水沟下面 可能没办法看到构图跟对焦 那我解决方法就是使用800D 它的机身的翻转屏幕 那可以来轻松地完成对焦跟构图 嗯了解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用800D 所以我刚刚原本想要提翻转萤幕 那这次就可以很轻松地拍完 不然你能整个要趴下去 跟在水沟里 对跟整个人要下去 那你这是第一次参加拍摄这种花卉类型的活动吗 嗯对第一次 那你以前都没有拍摄过这种类型 都是拍什么为主 以前就各种各种风格的照片都会想尝试 包括风景人像 或是比较进屋的东西 哇那你这次参加第一次参加这种拍摄花卉的类型 你有学到什么吗 然后你觉得参加这次的心得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以前拍如果想要拍 同一个主题的话我可能会 构图会比较单调 像拍童话我就从正面去拍 然后把细节拍得完整 那后来就参加这次比赛 就多了比较多想法 我可以结合就是当时的地景 或者是光线 然后并选择镜头来完成照片 对像这次水沟那边的照片就是 把童话放在中间 就是黄金三角形的中间 那用水沟的延伸线来做导引线 让我们的目光集中在童话上 对那学到还蛮多东西了 好感谢陈宏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谢谢 谢谢 OK 那我们恭喜以上三位获奖的朋友 那我们这次童话季照片争选活动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OK 那我们之后有什么活动 一定都会在官方粉丝团 或是YouTube频道 那我们会持续的做更新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记得一定要follow我们的最新动态消息 OK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那有没有觉得不路边的发型最近 是不是变得不一样 有没有像manga里面的全志龙 下面如果要改发型的留言 对 记得大家跟我说一下 看是大家喜欢中分呢 还是像这样全志龙的发型 对 中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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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分比较好看 中分好看加一 需要留好分 留言 拜拜 好 有一点 有点 有点